这是1979年 一个法国摄影队拍摄的上海人的婚礼镜头 举办婚礼最重要的是婚宴 上海人称为喝喜酒 过去那些年 上海人结婚在自己家里办婚宴的比较多 大约1970年代的后期 上海人在饭店里办婚宴的多了起来 从这部纪录片中可以看到 1979年上海人举办的婚礼 还是比较简朴的 亲朋好友都赶来祝贺新郎新娘 幸福美满 这对新郎新娘的结婚喜酒办了好几桌 但婚宴上的菜肴品种还不算多 这和当年的生活水平是有关系的 当然亲朋好友们还是能吃上一些平时吃不到的美味佳肴 这些镜头拍摄于1985年 新郎新娘站在饭店门口迎接亲朋好友 新娘把自己最美丽的形象向路人展示 婚礼隆重而有气派 亲朋好友都来祝贺 婚宴一般有四个冷盆 四个热炒 四个大菜 还有一道点心 号称十三道金牌 如今上海年轻人婚礼形势越来越多样 越来越精彩